豬紅補血又好吃 適合我們天天在外面吃塵的人 喝早茶或者小吃雞 十幾元只有幾塊 貴格不飽 那怎樣做可以好吃又嫩口 看多幾十秒告訴你 首先4元買一塊豬紅 不要貪靚仔 沒有添加豬紅是暗紅色 然後珍珠紅切面沒有那麼平整 上面會有不規則的氣紅 未加凝固劑或者生粉的豬紅 又硬又脆 輕輕一切就會分開 手感不會像啫喱一樣 首先我們把自己炒過的胡椒 拍碎它 現拍現用才夠香夠新辣 用小鍋把蔥頭和薑煎香 再加兩碗水 加胡椒碎 一勺鹽 再滴少許雞汁提� 有條件可以加些肉水 開中火然後溫柔少許下豬紅 豬紅要嫩滑 關鍵就是控制火候 豬紅切大塊少許 中火慢慢煮幾分鐘 等熱力慢慢滲入豬紅 如果大火高溫煮 很容易豬紅裡面未熟透 外面又老又鞋 大概浸5分鐘 然後開大火落新鮮韭菜 韭菜一熟就可以關火 再淋少許花生油 灑少許胡椒粉 灑少許胡椒粉 裝飾下 滴幾滴麻油真香 一個補氣抑血 去廢塵的韭菜豬紅湯就完成了 豬紅剛剛熟非常嫩滑 胡椒的辛辣配搭豬紅的熱度非常嫩滑 韭菜爽口清甜 幾蚊雞就可以激發你一日活力 換醒你童年回憶 我是Miu爸爸 喜歡未點過讚先 走開